有没有这边 这边 这边 好 隔壁 麻烦 网民说你们变成马明 是吗 我没有看这个风格我不知道 虽然我开厂我都知道什么事情 但是别人的东西我又不会回应 更何况当事人好像都没说话 留下当事人自己去解释 或者看公司怎么安排去解释 我又不方便回应别人的东西 是 你有没有什么 怎么说呢 可以过度的心得告诉郑都文听 你不要那么伤心 过度的心得吗 都是靠自己的 我想他这么大一个人 我都熟悉他的 因为我和敏大人都拍过很多戏 我们合作过很多次 我印象中他也是一个应该 是 恩绍 林无皇帝 很多套 我和敏大人都有很多套 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我相信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男人大丈夫感情的事 不是很重要的 男人有很多事情要兼顾 男人有很多事情要兼顾 不需要为感情太烦恼 大家觉得他回忆了整件事 这一年你放下了没有 男人大丈夫感情 你没有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回应了 我回应了很久 第一次回应我已经说完了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 其实都说了这么久 如果你问我 其实 甚至乎我都不停跟大家说 其实都不需要再怪任何一个人 其实这件事说了这么久 我相信大家都 当事人我相信都解决了 大家都没事了 就不需要再去指责任何一些人 始终我的感情是没有对错的 大家不用太过 太过常常回来说 是的 其实我又没有说我不准备的 我一向都没有说 我也是随缘 暂时也是随缘 如果有我会告诉大家 你们放心 现在就慢慢开厂 现在就慢慢开厂 也有人说介绍给我的 是的 让这些朋友 他们是相看的 也不是相看的 就是他们说介绍 可能约一班人出来吃过饭 那样 认识一下新朋友 那样 即不是你们说的相看 即一定不会是 一对一在吃饭那种相看 一定不会 那就是可能 一班人最会 那些这样的介绍 其实我本身有少抗拒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挺尴尬的 所以其实我都叫他们不用的 如果有我会 会跟大家说的 我也是随缘 我也是随缘 如果真的有 又不需要隐瞒的 很多事情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我真的 跟我女孩去吃饭 大家又不用太惊讶 personality 吆吆 我也是随缘 你不需要用 你把心情与其他 那就像一样 有没有 都还��在那样 有一天 什么 我的